大家好,我是小蕾,欢迎大家收看那些年我爱的BLG系列 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个撩汉小门手刚炮雪地强撩暖暖学长的校园爱情故事 整个电视剧十分清纯,最乌的就是小空的名字 前方高田雨景,小蕾我先粉雷劲 男主暖暖学长明明软萌得很,非要强装冷酷 结果在不知不觉间暴露出内心的柔软 后半段更是啪啪啪打脸打得手软 生动证明他自己撞的B,跪着也要撞完 男主刚炮雪地,勤化小王子,告诉我们套路玩得好,男友搞到手 两集一小撩,三集一大撩,撩得小在我跑干舌燥躁动不安 少女心炸裂,简直不要不要 完全没有一个知难应有的矜持和素养 故事从大三学长对大一新生在素质拓展活动中的严厉要求开始 面对一个个拽得二五八万式的学长 面对一个个不合理的要求和不断升级的惩罚 试瓜看起群众纷纷表示没法忍受 弹幕群众正是纷纷扬言要气聚 可是我们的刚炮雪地却能发现学长冷酷外表下的少女心 而且一不做,二不休,更是逆时而为强撩学长 知道人与人的差距在哪了吧 如果你能像刚炮一样担大欣喜 撩得了学长,护得了女配,打得了球,唱得了歌 你还会单身吗 所以从性格好又会撩在刚炮身上 小子我终于发现刚炮追期成功的关键还是他长得比较帅 眼看大三学长和新生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暖暖学长以身作则 用神命在操场狂跑五十四圈 终于赢得学弟学妹发自内心深处的尊重 而刚炮也从第一阶段的甜言命运 进入第二阶段狂恐万诈,得了吞进尺 而此时暖暖学长在刚炮学弟的浪漫攻势下 也安生倾诉 因为学弟不想来自己所在的工程学院而生起吃醋 被学弟展示出来的团结精神而感动悄然落泪 直到此时,小子才终于真正理解学长们最初的严厉 其实都是为了培养学弟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而乐于助人的刚炮学弟所展示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 与学长们的理念是有冲突的 由此引发了两个主角之间的不理解和对抗 此时刚炮学弟感情已进入第三阶段 处在爆发边缘 在海边的时候 刚炮学弟将代表自己真心的齿轮送给学长保管 之后暖暖学长在各路亲朋好友和水管的胎使柱攻下 反推反折地住进了刚炮学弟家 而与暖暖同面的刚炮 再也无法压抑藏在心底的爱慕 露出了自己心中隐藏需求的感情 听到刚炮新生的暖暖学长开始逃避 却在不断的退写中发现了自己对刚炮的爱 在刚炮感情走到第四阶段心灰意冷的时候 学长突然回到了刚炮身边 小Z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刚炮面的学长一句又一句的暗示时 那既开心又惊喜却又不敢置信的表情 小Z最爱一年生的一点 就是炮灰女胎性如说下车就下车 干脆理由 丝毫没有其他抬去脱泥带水的女友纠缠梗 混合纠结梗 车祸失忆梗 我很爱你 但我们不能在一起梗 我虽然也很喜欢反映现实同步和缺德的同志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来说 真实的生活其实要平淡所泄的多 而一年生的存在 却唤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纯纯爱情的渴望 满足了我们曾经对于爱情的所有幻想 希望每个人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间喘息时 内心深处还能留有一点点对于纯纯爱的执着